欢迎来到风铃漫谈,这里是思想交汇的港湾,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请不吝点击订阅按钮,加入我们的探索之旅。 最近网络上有传言称,习近平的夫人彭丽媛将步入政坛,起初以少将军衔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职委员,随后有望进入政治局。 有评论者将这一行为与古代后宫干政相提并论,尽管封建王朝与中共的政体截然不同。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毛泽东时代,中共多名主要领导的夫人参政曾引发许多混乱,这为现在的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境界。 今天,我们就来分析文革时期几位中国主要领导人的夫人们如何在充满策略和权力斗争的环境中谋求影响力和地位。 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其独特地位使她成为了一个政治力量的象征。 其余领导的夫人,如叶群和邓颖超,则各有手段来维护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叶群通过无微不至地讨好江青以保持其政治地位,邓颖超则利用其资历和智慧在尊重江青的同时保持自己的尊严。 相比之下,王光美由于文化和教育背景的优势与江青的关系较为紧张,最终影响了她和她丈夫刘少奇的政治命运。 首长夫人之间的互动反映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中的人性和策略。 江青是党主席毛泽东的夫人,可谓党母,地位无人能比,自然居高临下,气质已始,为所欲为,想什么说什么,随便说,随便做。 只要毛泽东不批评她,别人拿江青没办法。 尊敬江青,也就是尊敬毛泽东。 接下来,我们聊聊叶群、邓颖超、王光美和江青的关系。 叶群与江青 在与江青搞好关系方面,林彪夫人叶群小心翼翼,把江青服侍得服服帖帖。 外界,外界从未听说过这两个女人有什么不团结的事,让一些想挑拨他俩关系的人也无从下手。 叶群比林彪伺候毛泽东更加小心翼翼地伺候江青。 比如,凡是江青不参加的会,叶群也绝对不参加。 有时到了会场,一看江青没来,叶群就会赶紧借过溜昊,绝不让江青有背着他出头露脸的感觉。 凡是江青要参加的会,叶群就会赶紧去。 去的目的也不是借机自己出风头,而是给江青当陪衬,陪衬着江青出风头。 走路时,叶群一定要让江青走在前面。 座位时,一定要让江青坐在中间。 讲话时,一定要让江青先讲,叶群不仅要后讲,而且还要高度评价江青的讲话。 讲得好,讲得妙,全面,深刻,说出了亿万人民的心里话。 我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会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组织,系统学习江青同志的讲话精神。 叶群还特别注意在各种场合下,自己千万不能比江青穿着光鲜,在着装,化妆上故意淡化自己。 总之,不能让江青感觉叶群抢镜。 叶群处处揣摩江青的心思,适时的准确地拍江青的马屁,尤其是会逢迎江青的小姓。 叶群甚至当着全军干部的面,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誓死保卫江青同志这样的口号。 喊起来全无心理障碍,为了老公,为了大局和长远,叶群必须这么干。 邓颖超与江青 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也很会来世,与江青的关系也没有问题。 邓颖超比江青大十岁,入党早八年,革命资历老,中共七大上邓颖超就是中央候补委员了。 其他人都叫他为邓大姐。 但是,江青却叫他小超。 还有个人叫邓颖超为小超的,那就是他的丈夫周恩来,那毕竟是老公对老婆的安爱表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与我们同行至今。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务必点击屏幕下方那个温暖的点赞按钮。 您的每一次点赞,都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也帮助YouTube将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观众哦。 同时,请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也请一并点亮。 这样,您就能随时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个精彩瞬间。 我们是风铃漫谈,这个平台因你们的支持而精彩。 现在,让我们继续本期节目。 邓颖超对于江青对自己的称呼,一点不生气。 在江青面前,邓颖超从来不敢以老革命自居,也不敢以老大姐居傲。 他是心胸开阔之人,从不生嫌弃,更不与江青争名利,抢风头, 尽量保持一副不亢不卑的架势,偶尔得到机会适当地拍脸马屁。 比如,1968年,一些造反派在上海搜集到江青三十年代的黑材料中, 就有当年蓝萍在1937年5月,电声杂志第六期发表的《我的自白》。 邓颖超看过《我的自白》后,当面对江青说,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 你在三十年代已经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利用艺术形式,如演话剧、演电影、写文章, 为提高妇女地位,争取妇女解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做了大量的革命工作。 可以说是在关键时刻支持了江青,江青当然非常高兴。 邓颖超还把江青的《我的自白》推荐给周恩来读,周恩来又推荐给林彪等人读。 读过这篇文章后,他们对蓝萍非常欣赏,纷纷表示向江青同志学习。 毛泽东亲笔批示道,我就是从他这个《我的自白》认识江青的性格的, 于是江青历史清白自三十年代起就已经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了。 王光美与江青 对比邓颖超和叶群,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和江青的关系就处理得不好。 周恩来与邓颖超之间差六岁,林彪和叶群差十岁, 毛泽东与江青之间差十七岁,而刘少奇大王光美二十三岁。 王光美不仅年龄比江青年轻七岁, 而且还是物理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英语纯熟,文化素质也比江青高得多。 王光美出生知识分子家庭,父亲王志昌早年留学日本早到田大学, 学成归国后,被清政府授予商科举人,后任中华民国工商部主事。 而江青的父亲李德文只是山东诸城县东关街一个木匠, 他母亲在丈夫死后到地主康生家做女佣。 仅上述这些情况就足够让江青羡慕和嫉妒的。 无论在上海和延安,江青都是做演员的。 文艺界的人争风斗艳,念酸吃醋,自视本色, 当然会心怀攀比和妒忌。 而刘少奇和王光美对江青丝毫不加防范, 只要有机会出风头,极尽招摇。 1962年9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协夫人访问中国, 作为外交礼节,刘少奇协夫人王光美前去机场迎接。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 与苏加诺总统夫妇在一起的照片, 又刊登了王光美与苏加诺夫人在一起的照片。 江青看到报纸上他们的照片,不免渡火中烧。 在中国,当然我江青才是真正的第一夫人, 可是我这个真正的第一夫人, 却从未在媒体上公开露过面, 心里有些失衡。 从1963年4月至1966年4月, 国家主席刘少奇协夫人王光美又先后六次出国访问了印尼、 缅甸、柬埔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 这六次访问使王光美的名声大振风头出尽。 拍电影、上报纸、新闻媒体争相报道。 在印尼街头还出现了王光美的巨幅画像, 比真人还要大,比真人还要美。 王光美出国前,江青特地观照她说, 依我看,有时不带首饰,效果反而好。 你穿一身黑丝绒,就像安娜卡列尼娜那样, 显得别致、出众。 可后来,江青看到新闻纪录片, 发现王光美根本就没听她的建议, 在缅甸的晚宴上带了一根缅甸领导人吴奈温送她的金项链, 故作高雅地用娴熟的英语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着。 此时,强烈的嫉妒就像一把火在江青的新塘里燃烧着。 毛泽东作为党主席,除了苏联,外国没有去过。 即使访问苏联,也没有带江青一起去。 江青成了见不得人的女人, 这令她非常恼火,她已经忍了太久了。 1949年7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 秘密访问苏联,商谈中共建国之事。 7月27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区孔策卧别墅宴请刘少奇一行。 当得知毛泽东夫人江青正在附近疗养院休息的消息后, 斯大林决定请江青一同出席宴会。 刘少奇紧急找到江青,要他在当晚的宴会上少讲话,最好不讲话。 那年斯大林已经71岁,江青才35岁,风韵正浓,服装得体。 宴会上,有人鼓动江青站起来向斯大林敬酒。 斯大林见江青如此年轻,以为他会怯场。 但是,江青,演员本色,不慌不忙走到斯大林面前, 高举着酒杯,像朗诵台词一般清楚地说道, 我举杯向斯大林同志敬酒,祝愿斯大林同志健康长寿,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 斯大林哈哈大笑,诙谐地说道, 我第一次听到这样赞美之词,我的健康是你们中国同志们的幸福。 我有那么好吗? 斯大林高举酒杯和江青碰杯,然后一饮而见。 斯大林接着说,中国共产党称我们苏联共产党为老大哥,老大哥也要向小弟弟学习。 斯大林举起酒杯说,为小弟弟超过老大哥干杯, 结果,严肃过度的刘少奇死活不接受斯大林的敬酒, 说道,老大哥永远是老大哥,我们小弟弟永远向老大哥学习, 一个住酒,一个坚持不喝,场面有些尴尬。 回国后,刘少奇对毛泽东解释说, 他不想让斯大林怀疑我们中国共产党有挑战苏联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的意思。 但是,对于江青来说,每当回想起他唯一一次见到斯大林时, 刘少奇竟然限制他说话,就感到受委屈,很恼火。 1963年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支持和授意下, 去河北辅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 总结出了一套极左的桃园经验。 刘少奇认为这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完整的典型经验, 让王光美到处宣讲他的桃园经验,并以此指导全国的四清运动。 有一次,王光美在北戴河大礼堂做报告,一口气讲了五个钟头。 正在那里休养的毛泽东听说了这时,不无讽刺地说, 这个学问就那么大,什么问题讲五个钟头还讲不完? 一些省份的领导对刘少奇让夫人参政,夫人到处做报告,感到不妥。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把毛泽东和部分省领导的意见婉转地跟刘少奇讲了。 但是,刘少奇丝毫警觉没有,居然说,这也没有办法,谁让人家手里掌握第一手材料呢?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历令致婚了,看不到危险即将降临。 有趣地是,王光美还多次应约和毛泽东一起游泳,游泳之后和毛泽东一起吃饭。 有一次,他们到庐山,在庐林水库游玩涌,没有等将军摄影归来,他们就开始吃午饭,将军回家一见,这场面很不高兴,立即沉下脸来,生气地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 搞得王光美和毛泽东都很尴尬。 有人估计过,文革中刘少奇之所以被毛泽东打倒,老婆王光美帮倒忙的因素约战,三成,毛泽东之所以要打倒刘少奇,老婆江青吹风的作用也要占三成。 文革中,刘少奇和王光美被逮捕,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公贼,死于狱中。 王光美被定性为美国大特务,江青,林彪,康生,周恩来都建议对王光美判处死刑。 材料送到毛泽东手里,他批示刀下留人,于是王光美得以活到2006年才寿终正寝。 多亏以前穿泳装陪毛泽东游过泳,否则刀下留人的机会也没有了。 在毛泽东时代,多位中共主要领导人的夫人参与政治,曾引发严重的政治内斗和混乱。 如果习近平重新引入夫人参政,这是否意味着打开了一扇新的潘多拉摩盒? 亲爱的观众朋友,您对此有何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下您的意见。 感谢您观看本期《风铃漫谈》。 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不要忘记点击订阅按钮并开启通知支持我们。 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